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呢我们做的客家咸酸菜 那很多朋友都在问梅干菜要怎么做呢 那你看这是我们做好的梅干菜 自己做的梅干菜干净卫生香气十足 那我们接着快来看看怎么做吧 每年冬天的时候是芥菜大出的时候 这个芥菜买回来里面很容易有沙子 要把它扒开来清洗干净 接着我们把它放在户外 让它吹吹风或是晒太阳 让它变软 变软了以后我们在装瓶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塑形 这个已经吹了半天的风 你看摸起来是不是变比较软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装瓶咯 大部分的人都不了解 为什么芥菜它会变酸呢 其实蔬菜的本身 它的表面含有非常多的微生物 包含了乳酸菌 酵母菌 还有一些黴菌 那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乳酸菌 什么是乳酸菌 羊乐多里面就是含有很多乳酸菌 它是一种益生菌 而且它喝起来会酸酸的 那我们要准备一个玻璃瓶 这个玻璃瓶事先把它清理干净 无水无油 如果有油的话 我们的酸菜就没有办法做成功 接着把芥菜头对尾把它交错的塞在瓶子里面 尽量把它压紧一点 刚才说过乳酸菌它是一种益生菌 但是乳酸菌它也是一种厌氧菌 什么叫厌氧菌 就是它不喜欢氧气 它必须要在无氧的环境里头 它才能够大量繁殖 所以我们在腌制这个酸菜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它泡在水里面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水呢 就是生水 水龙头直接接出来的水 并不需要煮沸 直接把它倒进瓶子里面 盖过芥菜 加盐巴的目的是要帮助杀菌 因为刚才讲过 蔬菜它本身表面上也含了很多的杂菌 这里的生水是6000公克的生水 盐巴的部分是水的3% 所以我们加了180克的盐巴 接着要加的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养乐多 为什么是养乐多呢 因为养乐多它其实就是活性发酵乳 它就是乳酸菌 那我们直接加了它以后 可以让我们的酸菜在发酵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风味会特别好 有些人他会用洗米水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试了很多的方法 养乐多的效果 其实风味是最好的 接着我们用这个夹链带 装一些水 把它放在瓶子里面 一定要把这个芥菜 压在水里面 如果你没压好浮上来的话 它就很容易发霉 盖上盖子 我们写上制作日期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哦哦 你看一下 有一些没有压进去水里面的叶子 它发霉了 那你看一下 它这个还好是白色的薄膜 如果是黑色的 那这一毯就要整个丢掉 白色的薄膜的话是还有旧的 我们加一些米酒 或者是你有高度的白酒都可以 加进来它可以杀菌 好这一次呢 我们要彻底的把这些青菜 把它压进去水里面 免得它继续发霉 盖子盖起来 这个距离我们上一次腌制的时间 大约已经10天了 你打开就是一个好酸的味道 代表这个发酵很成功 如果你的发酵不成功的话 其实你打开你会闻到一个霉味 这个颜色真漂亮 金黄色的 很成功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就是有一片 它是不是发霉了 然后我们再赶快把它补上米酒 那这个发霉这一片叶子就在这边 把它摘掉就好了 像这个也是看起来有一点软 这一片也不要 以防万一 OK 其他的部分都还很完整 哇 每颗都好漂亮 像到这个阶段 这个酸菜呢 就是一般我们吃的客家咸酸菜 那市场上很多人在卖 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会比较好 好 那这个味道呢 特别香 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做 酸菜肚片汤 或者是酸菜鸭 还是炒酸菜 都很好吃 还可以拿来 包挂包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去晒酸菜咯 那这个卤水 千万不要倒掉 这个卤水里面已经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酸菌了 所以呢 把它常温保持就好了 那像这个酸菜这两颗 已经好的 你可以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头 用夹电袋装起来把它保存 如果是长时间不吃的话 你就要冰冻 那剩的这一盘卤水 你就把它放在阴暗的角落 下一次你要在腌酸菜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或者是你去买大白菜 长豆这些都可以直接把它腌进来 就是我们的东北酸白菜 还有你在外面吃的这种酸豆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千万不要倒掉哦 客家妈妈教我啊 只要晒这个叶片就好了 这样也比较容易干 再来就是 菜心可以留下来 酸菜心 这颗比较小 你看这颗比较大 这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酸菜心 你看像这样子 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有很多灰尘 因为传统的方式呢 他们就是大量制作 所以他们都是放在地上 在那边吹风晒太阳 所以当我们买回来的梅干菜沙子 就会特别多 自己做干净又卫生 今天是第二天 还好今天眼大太阳 赶快再拿出来晒一晒 今天是第四天了 天气如果不好 可以把它移到室内 今天风好大 再把它晒一下 今天是第六天了 摸起来软软的 可是其实它已经干了 我们再让它晒一下 我们的梅干菜已经晒好了 你看 我们自己晒的梅干菜好漂亮 你看这个 好透明 而且这个味道超香的 你看我们晒了六颗 结果晒出来只有这些 所以大家趁这个芥菜很便宜的时候 其实可以多买一些 看一下这个 整颗的一个芥菜 晒起来也只有这样子而已 变成这样 这么小一个 好 那我们就先把这些梅干菜收起来 来咯 嗨 你说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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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奇怪 把这个梅干菜 一片一片 叠好来 把它收在一起 接着我们把它 卷 卷起来 再用其中一条 把它固定 把它绑起来 客家妈妈跟我说 这个梅干菜 最好是把它摆在密闭的容器里面 这样它的香气 比较不容易跑掉 那你也可以把它收藏在冰箱 这样我们的梅干菜 这样就整理好了 OK 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咯 自己做的梅干菜 第一个它是干净 第二个晒起来真的好香咯 试试看咯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